嗨大家好,我是苏苏 今天我们来看一部押紧手的科幻电影 最后的德鲁伊 加尔姆战争 在一颗名为安努的蓝色星球上 居住着一群加尔姆人 他们原本有着八个完全不同的部落 可某一天 维持各部落平衡的创始者丹南突然消失 于是为了抢夺霸主的地位 各个部落便开始了连年的征战 这导致整个星球长期被战火笼罩 名不聊生的岁月不仅讨喜了那些弱小的部落 甚至连传说中传达上帝旨意的德鲁伊人也惨遭灭族 最终星球上只剩下了三大部落 他们分别是依靠机械化部队成为天空霸主的哥隆巴 凭借强大军事实力控制了地面的布里加 以及依附于布里加 靠着出卖通讯科技苟延残喘的库塔克 而为了获得星球的全部控制权 哥隆巴与布里加两大部落 试图通过一场最终决战彻底分出胜负 12号是哥隆巴最优秀的战机飞行员 在一场日常的战斗中 哥隆巴的指挥官发现 布里加的巡洋舰正在追击一架库塔克的飞行器 这样反常的情况让指挥官随即下令追捕那架飞行器 卡拉22号接到命令后迅速追了上去 可过程中 布里加的巡洋舰却向飞行器发射了导弹 虽然卡拉22号用自己的战机挡了下来 但爆炸还是让飞行器弹出了逃生舱 之后 哥隆巴的增援部队及时赶到 布里加的巡洋舰也最终被战机摧毁 由于卡拉22号在爆炸中身亡 他的战机立即就自动返回了基地 原来依靠先民传下的科技 所有加奥姆人都可以利用克隆技所不断复制自己的肉身 并通过记忆的转移再次重生 卡拉22号也在重生后变成了卡拉23号 另一边 审讯室内的长官们得知 逃生舱内的三名乘客竟然是被奉为神灵的古拉犬 来自库塔克的维德 以及传说中的最后一个德鲁伊 考虑到这三名乘客与消失的创始主丹南有关 长官们也随即命令卡拉23号押送他们前往审讯室 期间 维德为了感谢卡拉的救命之恩 便准备让古拉犬为他赐予永恒的祝福 可到达目的地的卡拉却提前离开了船舱 古拉犬健壮便跟着他走了出去 并来到了卡拉的睡眠风房 面对眼前为数众多的卡拉 古拉犬并没有迷茫 他转身走出风房 将卡拉23号引了出来 此时 被押送到审讯室的维德 告诉这些哥隆巴人 因为库塔克常年受到布里加的压迫 不愿屈服的他便试图反抗 结果却遭到了自己族人的排挤 于是心灰意冷的他决定弃暗投明 帮助哥隆巴打败布里加 为了表达他的诚意 他还告诉哥隆巴人 德鲁伊拥有强大的力量 只要哥隆巴人开放数据中心的访问权限 他便会向众人展示德鲁伊传说中的力量 而在绝对力量的诱惑下 长官终于同意了维德的申请 他随即开放了数据中心的访问权限 可正如他属下所言 开放权限就意味着他们将毫无防备 于是引狼入室的长官们 瞬间便被阴谋得逞的维德消灭 与此同时 布里加的突击队偷偷登上了哥隆巴的舰艇 身为队长的凯文 让队员兵分三路 一路前往睡眠风房 杀死所有飞行员的克隆体 还有一路负责轻缴6翼战机停靠的战机库 他自己则带领士兵前去抓捕维德和德鲁伊 而由于所有哥隆巴人都共享一个数据中心 审讯室被摧毁后 战舰的指挥中心也遭遇了不测 舰长还没来得及启动防御便被消灭 此时 布里加的空中与地面部队又不断来袭 虽然哥隆巴的战舰随即经营了防御 但失去指挥的战舰很快就遭到了重创 卡拉23号发现维德与德鲁伊被带走后 便迅速驾驶战机追了上去 而哥隆巴的战舰则被多次击中 直接坠落地面 布里加的地面部队箭撞又迅速补枪 最终将战舰彻底摧毁 作为全舰的最后一个幸存者 卡拉本想追击维德与德鲁伊 但过程中却意外被敌方击中 另一战机也损毁坠落 歇免于难的卡拉并没有停歇 他随即带上装备 继续徒步前行 并最终在托克之海的沙滩上发现了维德等人 可原本准备杀掉敌人的卡拉 却根本不是凯文的对手 他很快就被对方击倒在地 就在凯文准备动手解决卡拉时 古拉犬突然冲了出来 由于加尔姆人不能杀死被古拉犬祝福过的人 卡拉这才逃过了一劫 维德则趁机与卡拉聊起了加尔姆人的过去 他告诉卡拉 梦想核心记忆的加尔姆人 其实根本没有办法追寻到他们诞生之初的记忆 现如今所有的一切科技 实际上也不是加尔姆人创造 他们只是在使用科技并利用科技 维持这个世界的运行 但现在只要到达双核之地 让德鲁伊接入中央终端 他们便可以知道他们是谁 甚至能得到创始者丹南离开的原因 受到诱惑的卡拉随即决定 与维德一起前往双核之地 寻找加尔姆人的绅士之谜 而由于凯文无法杀死被古拉犬祝福过的卡拉 他也只能与卡拉约定 在双核之地获得答案后 他就会将维德与德鲁伊带回指挥部 接着一行人便利用战车 出发前往双核之地 但这次行程却艰难万分 原来依靠科隆体生命组的加尔姆人 虽然不用吃喝 但他们却需要在体内注射甘露 以维持肉身基础的消耗 而眼看着储备越来越少 凯文也对他们的前路愈发的迷茫起来 深夜 一行人在荒漠中休息 卡拉也与凯文聊起了天 接受过古拉犬祝福的卡拉 改变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 因为除了古拉犬可以自然繁殖下一代 所有加尔姆人都没有幼年期 他们睁眼之时便只有现在和未来 并一直以更换科隆体的形式活着 这让卡拉产生了疑惑 但也对加尔姆人的身世更加着迷 在经过了一段艰难的旅程后 一行人终于穿越重重迷雾 到达了代表起始与终结的双核之地 寻找答案的众人 也随即走进了一片茂密的丛林 而为了给卡拉等人提供后援 凯文便留在了原地 并将仅存的甘露交给了卡拉 凯文的做法让卡拉深受感动 因为失去科隆体支撑的他们 如果意外死去 那他们便再也无法重生 卡拉也决定小心行事 可随着众人的到访 双核之地的防御机制却被突然启动 无数机器巨人从树林深处走了出来 卡拉手中的武器 根本无法对巨人产生实质性的伤害 多亏了凯文的武力支持 他才得到了片刻喘息的机会 而在维德的指导下 他们切断了机器巨人身后的数据线 巨人们也纷纷倒地 但这时更多的巨人又从地底冒出 凯文的战车也被巨人捣毁 而为了保护卡拉 凯文竟然选择与面前的巨人同归于尽 剧烈的爆炸瞬间摧毁了附近的巨人 从爆炸中起身的卡拉则无比悲伤 他发现自己竟然对这个曾经的敌人 产生了别样的情愫 而此时 德鲁伊已经找到了双核之地的中央终端 在德鲁伊访问终端时 维德也开始期待自己的答案 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德鲁伊突然反戈相向 原来德鲁伊实际上只是一个躯壳 他早已被一个自称马拉克的意识所占据 马拉克自诩为创始者单单的信使 他利用维德对于真相的好奇心 将它一步步带到了双核之地 并借此连接了中央终端 成功启动那些休眠在双核之地 体型更加高大的巨型机器人 而由于库塔克人的大脑 可以自由地访问加尔姆人的核心网络 马拉克便准备利用维德 删除所有加尔姆人的核心记忆 幸好关键时刻 卡拉及时赶到 并击毁了马拉克盘踞在树上的机械躯体 可马拉克已经占领了维德的大脑 卡拉只能将维德的躯体定在了树上 并试着问出所有问题的答案 得上所愿的马拉克并不恼怒 他耐心地为卡拉诉说了那些被掩盖的真相 原来最初的安努心上并没有生命 是一批天外来客创造了加尔姆人 这些造物主将自己的知识与科技 传授给了加尔姆人 并根据不同的能力 将加尔姆人分成了八大部落 可由于加尔姆人很快就想支配这个世界 失望的造物主们便放弃了加尔姆人 并锁死了加尔姆人创造的能力 这样加尔姆人就永远不会拥有未来 而现如今 造物主们已经在离安努心最近的星球上 开展了新一轮的实验 于是为了不让加尔姆人对实验产生干扰 马拉克便肩负责造物主的旨意 准备摧毁安努心这个旧的实验基地 虽然得知真相的卡拉随即杀死了维德 但马拉克早已将自己的意识传入了中央终端 这让卡拉的心中生起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无力感 而随着复苏巨人的到来 几大部落也随即联合在了一起 他们集结了所有部队 准备抵御机器巨人兵团发起的攻击 而这些与机器巨人战斗的加尔姆人 也被迫从旧时代 进入了更为残酷的众武新时代 一场加尔姆与马拉克的对决 也随即拉开了帷幕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别忘了点赞评论 我们明天再见